大家好,这里是小川看电影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印度般的梁山博语注音台 风筝 阿杰是生活在拉斯维加斯的穷小子 他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改变人生的机会 但幸运女神却迟迟不来敲门 阿杰在舞蹈学校教课 每个星期只有100美元的收入 为了生存,他卖过爆米花,盗版DVD 还表演过挑战死亡的摩托特技 又是,他还会和非法移民过来的女人假结婚 帮他们骗取绿卡来挣钱 这天,他又和一位想获得绿卡的女人办过结婚手续后 回到家里,突然被出现了吉娜吓了一跳 吉娜是舞蹈学校的学生,对阿杰爱慕已久 于是,他在学校橱柜偷了阿杰家的钥匙 并配了一把 吉娜收拾了房间,往床上一坐,秀出自己的美腿 但阿杰竟然对主动投怀松抱的美女无动于衷 一个接着往吉娜往外推 被拒之门外的吉娜大哭起来 阿杰听到后,由于于心不忍 为自己刚才的粗鲁向吉娜道歉 拒着新鲜的汽车尾气,阿杰傻的 幸运女生来敲门,他却选择去洗澡 原来,吉娜是当地最大赌场的老板鲍勃的千金 阿杰不想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改变命运的机会 于是,很快他就找到了挽救的办法 下星期有舞蹈比赛 阿杰提出,想让吉娜做他的舞伴 吉娜自然是欣喜不已 接下来,阿杰便开始给吉娜做私人指导 两人在排练的过程中,关系也变得越来越亲密 吉娜完全沉浸在幸福的爱情中 而阿杰却只想利用吉娜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比赛场上,这对才子家人五级精湛 配合默契,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奥伯很久没见到女儿这么开心过了 只要女儿喜欢,他也欣然接受了这个未来女婿 并邀请阿杰周末来参加吉娜哥哥托尼的订婚派对 阿杰来到吉娜家的海滨别墅,心生欢喜 他离梦想又进了一步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托尼的未婚妻 正是和他假结过婚的索菲亚 两人假装第一次见面,客气地寒暄着 索菲亚是墨西哥人,非法移民来到拉斯维加斯后 通过与阿杰假结婚获得了绿卡 阿杰第一次见到索菲亚,就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 但一群二白的他,觉得谈爱情太奢侈 便将这份心动搁浅在了心里 这次见到索菲亚后,他埋藏起来的感情又渐渐被点燃 阿杰借着吉娜来,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物质生活 但一想到,他爱着的索菲亚,马上就要嫁给别人了 心里很不是滋味 晚餐时,他悄悄给索菲亚发了一条短信 希望他们能单独见上一面,与过去做个告别 阿杰和索菲亚在餐桌上的眉目串情 全被管家看在眼里 管家悄悄警告阿杰,要好自为之 抱抱这些人可不是好惹的 但阿杰一意孤醒,仍然和索菲亚见了面 此时,然都卸下伪状 坦然承认,各自的选择都是为了钱 索菲亚对阿杰也是有好感的 更是叹眼,他希望和阿杰的婚姻是真的 但为了摆脱贫穷,只能牺牲爱情了 两个人越来越开心 也越来越无法掩饰彼此之间的情感 阿杰送索菲亚回到公寓后 暧昧的气氛下,仍然的身体越靠越近 但当索菲亚抬头看到全家人的照片后 又迅速恢复了理智 他需要钱,他的家人需要钱 所以他必须嫁给托尼 如果选择和阿杰在一起 他就会失去刚刚得到了一切 两人正尴尬之时 托尼突然打开了房门 阿杰只好躲了起来 喝得醉醺醺的托尼 一进门便质问索菲亚去了哪里 因为他来了五次都没人在家 说着暴力的本性显露无异 对索菲亚又打又骂 阿杰终于看不下去了 用枪对准了托尼的脑袋 托尼回头一看是阿杰 更是怒火中烧 这时的索菲亚左右为难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托尼趁阿杰分神之际 打掉了阿杰手里的枪展开反击 上逃亡之路 天亮后 警察锁定了阿杰 所开号车的GPS信号 可当托尼和警察来到车子方发现 二人以汽车而逃 这边阿杰和索菲亚用身上的手势 从黑石换了一辆车继续前行 同时 鲍勃不仅在媒体上宣称 阿杰拐走了他儿子的未婚妻 还诬陷阿杰 从他的赌场投资了200万美元的现金 从而借助警方的力量来抓住阿杰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 是阿杰和索菲亚始料未及的 他们内心都有些害怕 但又感受到了为爱逃亡的幸福感 没过多久 警察就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开始对他们进行围追堵截 阿杰一路击齿 开到了一片放飞热气球的区域 正好有两位游客的热气球 刚刚升起来位置比较低 索菲亚先扒住篮筐跳进去 阿杰带着警察绕了一圈后 抓住索菲亚放下的绳索 爬他上去 热气球经过和命时 他们跳进河里摆脱了追捕 托尼和这二人再次逃脱后 牙字欲裂 当查出索菲亚是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 并和阿杰结过婚 更加恼羞成怒 此时的阿杰和索菲亚身无分文 想要继续逃亡 他们就需要钱 于是索菲亚决定冒险去银行 取出自己的200美元 柜台远后认出他的身份后 立即通知了保安 早有准备的阿杰见事不妙 掏出巷挟持了一名工作人员 索菲亚也顺势抢走了保安的抢 并要求工作人员给他100万美元 阿杰不想再扭上抢银行的罪名 这样他们就更不好逃脱了 于是两人只拿回了属于索菲亚的200块 然后在路上抢下一辆车逃离了现场 但事后的新闻报道却声 阿杰和索菲亚抢走了银行100万美元的现金 这让他们一下子成为了臭名昭著的盗贼 晚上 人家来到牧场了一处旅馆住了下来 谁料 第二天一早 警察突然闯进房内将他们捕获 意外的是 还有一伙劫匪在楼下等着 原来 劫匪看到新闻 误以为阿杰真的抢了300万 于是拔枪相向 让警察把钱留下 阿杰也省时夺势 在一旁煽风点火 让警察把钱封给劫匪一半 两部人顿时剑拔弩张 一触即发 最后 阿杰故意弄出一声枪响 双方瞬间展开了火拼 而他则趁乱带着索菲亚跳窗 然后骑着摩托一路飞奔 警车紧追起后 开枪打坏了阿杰的摩托 此时 旁边正好有辆大拖车 两人冒险抓着扶手爬了上去 阿杰放下防护绳索 使轿车翻落到路面 资金疯狂燃烧 后面的警车来不及闪躲 纷纷车毁人亡 随后 阿杰开着最后一辆轿车 从拖车上下来逃之夭夭 索菲亚在这个过程中不幸受伤 阿杰意识到 虽然这次他们侥幸逃脱 但索菲亚和他在一起实在太危险 于是 他联系了朋友小胡 想以去医院治疗为借口 让小胡把索菲亚带走 然后他去自首 承认是他拐骗了索菲亚 不明真相的索菲亚坐上小胡的车后 不一会儿又折返了回来 原来 当车子渐行渐远时 他看到了阿杰眼中的不舍与无奈 一下子明白了阿杰要做什么 现在 阿杰就是他的世界 虽然前路未知 但他愿意与阿杰同生共死 紧接着 有人打电话给托尼表示 他知道阿杰和索菲亚的行踪 但需要托尼独自带着200万现金去买信息 托尼报仇心切 早就没了智商 急忙带着钱赶去了指定地点 顺利遭到阿杰的突然袭击 这只是阿杰连和小胡设下的圈套 既然他已经被无险从赌场偷了200万 不如真的拿到200万 但阿杰没有下杀手 他希望托尼放他们一马 托尼人才两时还丢了面 当然不肯轻易罢休 接着 阿杰 索菲亚和小胡三人埋通关系 藏在托尼的轿车里 顺利通过边境来到了墨西哥 他们找人办了护照 等到一个星期后拿到护照 阿杰和索菲亚便可以去一个 托尼找不到他们的国家 自由自在的生活了 随后 索菲亚带着阿杰 风光地回到家乡 见到了自己的家人 二人在村民的祝福中 举行了婚礼 幸福的时刻总是短暂的 托尼很快就带人找来到这里 此时 小胡刚巧来送护照 不幸中枪而死 他们准备开车逃跑时 阿杰又被捕中枪 索菲亚开着车 带着受伤的阿杰 一路逃到了铁路旁 他把阿杰藏进一间货运车厢里后 独自去吸引追兵 阿杰只能痛苦着看着索菲亚离开 而无能为力 火车到战后 人们卸货时 发现了昏迷不醒的阿杰 好些人帮他取出子弹 给他疗伤 但阿杰细心念念着索菲亚 放心不下 不等养好上 就迫不及待踏上了 去往拉斯维加斯的路途 他首先来到了 与索菲亚分别时的货运车站 在铁轨房找到了 那天他掉落在此的手机 阿杰来到车站办公室 给手机充电 但很快就因体力不知晕倒在地 等他醒来时 发现托尼已经带人赶来 原来 工作人员从阿杰的前家里 找到一张名片 就好心地帮阿杰联系了托尼 托尼进到屋内 没见到阿杰 转头杀了工作人员泄愤 此时的阿杰 从屋顶跳上一辆行驶的列车 离开了此地 他打开手机 看到索尼亚那天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阿杰没想到 索菲亚会气他而去 非常难过 他一定要找到索菲亚问个清楚 阿杰先是找到大卫帮忙搞枪 大卫曾在托尼的赌场里 出了钱被抓 是阿杰机智地 把他从枪口下救了出来 所以大卫很爽快地 给阿杰准备好了枪 同时也提醒阿杰 不要再回赌场了 否则性命不保 但阿杰找不到索菲亚 绝不死心 他电话联系了托尼家的管家 询问索菲亚的情况 管家不方便在电话里多说 便和阿杰约好了晚上见面 但没想到 大卫出卖了阿杰 与管家见面时 托尼早带人等待了这里 此时 阿杰满脑子只想着见索菲亚一面 托尼可不跟他客气 奔奏一顿后 准备结束游戏 管家见着A马发动车子 撞向托尼 救走了阿杰 但管家自己也不幸中担 临阵前 他把索菲亚的去向 告诉了阿杰 原来 那天索菲亚把阿杰藏进车厢后 一路引着追兵开到了悬崖边 无处可到了索菲亚 为了不向托尼妥协 在给阿杰发了一条告别短信后 义无反顾的开车冲进了海里 知道真相的阿杰悲痛欲绝 这时 托尼带人追了过来 阿杰面无表情地端着枪一阵扫射 托尼的手下伤亡殆尽 阿杰上前 一拳一拳地打在托尼身上 发泄着心中的仇恨 正在这时 吉娜开枪打中了阿杰的肩膀 虽然经历了欺骗和背叛 但吉娜仍然无法对阿杰下杀手 心如死灰的阿杰 得到索菲亚跳海的地方 也跟着跳了下去 完成了自己欺骗和逃亡后的救赎 湛蓝的海水里 新郎和新娘紧紧拉着手 再也不用分离了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